云南鹿江地处于我国西南边陲 中国最神秘的地方 鹿江州一定算是其中一个 它深藏于云南省的西北角 青藏高原与云桂高原交汇过渡地带 全称鹿江 立宿族自治州 州府所在地 卢水市六库镇 它紧邻云南大理 丽江 狄庆 宝山 北街西藏林芝 西街邻国缅甸 古市为连接云南与西藏重要的茶马古道 下辖贡山 福贡 卢水 蓝平四个县市 在这里世代聚居者 立宿族 独龙族等一众少数民族 无论是自然风貌 还是人文底蕴都极具地方特色 它地处于广袤的横断山区西侧边缘 这里山高古深 是横断山区典型的 一山有四季 十里不同天的气候 整个辖区范围有两条纵向的山脉 高离贡山 碧罗雪山 三条大江 独龙江 怒江 蓝苍江 共同构成 两条山脉 三条峡谷 勾勒出了怒江州的基本轮廓 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平均海拔四千米以上的雪山 山巅四季 白雪矮矮 山腰密集分布着冷山林 而山脚却是郁郁葱葱 生机盎然 垂直高差可达三千米以上 流经这里的三条大江 也成为了东南亚众多国家的母亲河 独龙江下游叫伊洛瓦底江 怒江称萨尔温江 蓝苍江称湄公河 接下来我们近距离地走进怒江州 首先我们来到怒江大峡谷 它是整个怒江州 三条峡谷中最长的一条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周府驻地六库 地处于怒江大峡谷下游 从这里开始沿着怒江溯源而上 景色将会变得愈发壮美 千万年以来地质运动的台升 以及河流的侵蚀 造就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怒江大峡谷 峡谷总长度超过600公里 平均深度为两千米 最大深度高达三千五百米 与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 和雅鲁藏部江大峡谷 并称为世界三大峡谷 垂直分布的气候带 也让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的王国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 悬挂在半山腰之上的知子罗 它是曾经怒江州州府 碧江县的所在地 在1974年 江州府牵制如今的卢水是六库 而这里就被废弃 保存着大量70年代的建筑 来到这里恍如隔世 如今成为了由克兰怒江州 必去的达卡帝之一 离开知子罗 沿着峡谷继续前行 我们来到最短也是最显的 近藏公路 丙茶茶公路的起点 雪山之下的丙中落镇 丙中落意为人神共居的地方 这里是怒江大峡谷中 为数不多的大块平地 云征雾峡谷 千墨纵横 像是横断山区的市外桃源 与其一山之隔的地方 是一个以怒族为主的聚集地 物理村 是怒江沿岸 众多村落的一个缩影 来到这里有看不完的田园风光 也能切身地体会到 什么才是与世无争的生活 在这里还分布着 怒江大峡谷的标志性景 观之一石门 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怒江石门 两山拔地而起相互对峙 尽显怒江大峡谷之险峻 如果说怒江州是云南最神秘的地方 那么现在我们所来到的 独隆江大峡谷 就是怒江州最神秘的地方 来到这里的游客少之又少 如今我国基建实力雄厚 村村通公路 但是在21世纪以前 来到这里需要翻越无数山岭 跨越诸多大江大河 几乎处于完全封闭的状态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独隆乡 这样的城镇面貌 几千年以来 可能第一次在这里呈现 人口不过万的独隆族 神秘的文面女 保存相当完好的原始森林 都在这里等待着你来探索 数千年以来 怒江州的居民就在江畔小片的空地上 顽强扎根 曾几何时 从这里外出还需要溜锁渡江 通往外界的公路 开凿在悬崖绝壁之上 仅容罗马通行 而先如今在怒江州的这些大峡谷中 基建设施完备 公路四通八达 一座座桥梁横跨两岸 天界便通途 随处可见乡村的振兴 这里就是云南怒江